大家好,这里是飘飘小厨娘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荷包蛋的做法 做出来的荷包蛋圆圆圆圆,一个也不会散 一次可以做一锅,简单又容易上手 先在锅中加入清水 盖住盖子 煮至有气泡的时候加入一小勺盐 这会儿就把鸡蛋打进去 用盖子盖住,两三秒的时候打进去另外一个鸡蛋 撇去表面的浮沫以后,让它煮两到三分钟 这个时长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决定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把鸡蛋全都倒进盘子里 做这个荷包蛋最主要的就是水的温度 锅里边的水煮至有小气泡出现的时候 就可以打入鸡蛋了 这种密集的小气泡证明水的温度已经差不多了 而且也会防止粘锅 我们铲起来一个荷包蛋看看 特别的光滑圆润 而且用这种方法 一次可以做很多个荷包蛋 简单方便又快速 煮荷包蛋的时长可以看个人的喜好 煮的时间长就会变成这种实心蛋 如果你喜欢的话,就转发收藏试试吧 我是飘飘,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